其实这个为什么美国不敢讲说 中国对于博文斯到了一年以后 在这个成帝国书是怠慢 他为什么敢讲 他自己干坏事 美国自己干坏事 秦刚当时他记不记得驻美国大使 他当了一年多 从来没有成帝国书 那你中国人这个 李毅之邦不生气 因为什么美国很贼 他不是说不接见你 不让你立正道 他说我们现在疫情啊 找一个理由推脱 而且美国更坏的是什么 好吧 我副本不是人递到国务院了吗 那我总该可以 见见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嘛 对不起竟然见不到 所以秦刚好只好在 各个州到处跑 各地交朋友 那你说中国看在眼里面 你这小子 你用疫情为理由 假装不让我递国书 你简直是不给面子 可是疫情好像也是个正当理由啊 然后你拜登还不到处跑 对不对 你布林肯还不到处跑 你赔一下这个秦刚建一下 这个拜登又有什么了不得的 好吧 你要嘛就学那个谁啊 学这个普遍 弄个长桌子吧 你又不是 你摆明的是要什么 要冷冻秦刚 那中国呢 看在眼里面怎么样 伯恩斯啊 你到了啊 你就搭高铁到处玩一玩吧 就这样就拖了一年了 那中国也不会过度 中国的好处就是说 我现在明白告诉你 我讨回一个面子啦 差不多一年到了 可是秦刚是一年多以后 就马上被升外交部长了 所以你印象中记不记得 他升外交部长的消息 一出来的 那个厚脸皮的布林肯 到处打电话找他 发现说以前不理他 现在以后是打交道的对手啦 那现在中国就故意 把伯恩斯冷冻到现在 好好好 这个等到习近平就任第三任 也有点时间了 因为特别是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嘛 我们看到这位美国大使 也曾经到了两个星期就递交啊 要不然到了 了不起一个月就递交啊 美国啊 是啊 超级大国 你今天呢 把我包在这70人的一大团里面 中国在告诉你说 你跟其他人平等的 而且我今天还特别算了 他在排在第19个 对 可能什么迦纳啦 所以你没听过了 通通包在一起 不 显然中国是讨回一个面子 但也没有过度啦 对对对 也没有过 如果要算时间的话 可能伯恩斯还在等两个礼拜 对确实啦 我们看到大陆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2022年没有嘛 但是之前有一些这个零星的 所以这70个国家 你能够讲哪个国家不重要吗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人类一切平等啊 所以美国也就是平等的一员不是吗 70个国家 大家要知道啊 所以当然啊 你不想到报复 只有新大使才需要 其他救的不用 是啊是啊 但是也是70个啊 你想想看70位啊 可能是一次打包 对美国应该不太喜欢 被大家打包的一个概念啊 那最有趣的是说 他第一时间就否认 否认没有这个报复的意思 但是最后又说 那为什么时间点那么久 那你要去问中国 我哪知道啊 那不是报复是什么呢 他自己心里有数啊 对非常有意思 但刚刚委员讲到一个重点 这就是因为这个秦刚 当初在美国的时候被虐 对大陆来讲 就是被虐 虐待的一个感觉 虐待我们的大使 被冷遇 对啊 冷遇了啊 这大陆觉得被虐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中国驻美的大使 仍然空悬超过了三个月 空悬超过三个月 这边好歹是已经到了嘛 对吧 已经到了 我只是没有递交国书 那这边是一直悬在这里 根本没有 那当然这个递交国书 这个现场其实也很有趣 其实同样在今年没多久 4月5号 普丁也接受了17位新任 外国驻俄大使的递交书 也有美国啊 美国驻俄大使递交国书 给普丁的时候 普丁当面呛他 你想想看 所以说实话 这个中国大陆还算是自治了 我原来讲 还算是自治了 对不对 还算是就是李一之邦 我只是怠慢你一下 我也没有这样呛你 普丁怎么呛 呛这位美国大使 应该没有怠慢 李上网来 对啦 也是刚刚好 对吧 他说 普丁第一句话就很好玩 我可不想破坏这个外交气氛 但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后面就是破坏外交气氛的吧 第一句话就告诉你 我要破坏外交气氛了 你准备好 预告一下 你们美国啊 用外交政策破坏美俄关系 调动基辅政变 当面去呛这位美国大使 对不对 你今天到我俄罗斯来 到我莫斯科来 我老大嘛 我的地盘吧 对不对 有些话我总是要表述一下 所以利用这个现场 所以你看看中俄之间的一个比较 17位新任外国驻俄大使 包括美国大使 普丁毫不犹豫的当面呛他 忍不住啊 普丁大帝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现场也很有意思 就是南韩也在打包的 70个人的行列当中 南韩驻北京大使 正在号 也是在26号 向习近平递交了这个国书 来看这个中美的关系不好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这个层面的影响 第一个我们来看 是不是北京在报复啊 人家明明美国的驻华大使 已经到了一年了 到现在为止才递交国书 这个美国被问到 马上就说什么 没有没有不是报复 然后但是又不放心地加了一句 去问中国 干嘛去问中国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在这个两天前4月24号 美国驻中大使 驻华大使伯恩斯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向习近平递交国书 美国老大 但这个现场他不算是老大 因为这个现场总共有70个国家的大使 美国是70分之一 有没有包在一大坨里面 那博恩斯在现场当美国的大使 其实都会讲话 但是因为美国的角色特别受到关注 他讲什么呢 他到了大陆 当然他希望跟大陆的关系 当然了 国家关系不好 他自己要做事的话 还是希望把个人关系经营好吗 我在人民大会堂 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国书 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大使代表美国 是一种荣誉 当然要讲些好听的话 但是他已经到值一年了 才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当然他的程序 你到了之后 可能会先去向大陆外交部 递交一个国书的副本 然后呢 要向这个国家的元首 递交正本 这才表示你是正式被接受 当你递交国书之后呢 很多大使的这个豁免权等等 才可以正式的行使 所以很重要 但他已经到人一年了 会不会有点慢 大家就想到了嘛 中美关系不好 美国一天到晚去制裁中国 中国是被动的 被你制裁的那一方啊 所以呢 你来的这个人 我也没有很想欢迎嘛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这个意味 所以所有的记者 这个新闻逼超敏润 被制裁了吗 被报复了吗 到现在为止 才让他递交国书 但是美国国务院的 副发言人否认 他说什么 伯恩斯去年一年 都有在中国 进行重要的工作 但是有没有递交国书 跟他的工作推展 是有关联的 是联动的 然后呢 但是对于递交 到任国书的时间点的问题 你去问中国 这表示什么 有没有被制裁 有没有被这个 报复 有没有被抵制 他其实看起来 也不是非常有自信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 帮他比较一下嘛 他为什么没有自信 来比较一下好不好 伯恩斯之前的 那位美国驻华大使 在到任一个月内 就递交了国书 川普任内的驻华大使 2017年6月到任 两个星期之后 就成功地递交了国书 两个月 一个月 他是多少 一年呢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放大来看 递交国书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外交上的一个举动 第一任驻苏联大使 这个王驾翔递交 这个新中国的第一号国书 这在大陆的历史上 是一个 是一个标志的里程碑 那这几年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家想说 他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拖这么久 但是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 这次是70个嘛 在2022年倒是没有 2021年呢 也是疫情期间呢 也有29个国家递交国书 2019年19个国家 2018年8个国家 2017年8个国家 2016年12个国家 这次一大坨 大概是最壮观的一个 这个委员 你怎么看这个现场 蛮有戏的 我们先说什么叫国书 其实国书的这个 法文转英文叫 Lateral Credence 它的意思就是 介绍性的意思 对 那内容其实很简单 你不要以为 他会写得很啰嗦不是 比如说拜登派的博恩斯 他一定是美国总统拜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阁下 他就说 我以总统的身份 派博恩斯为驻中国的大使 对 刚刚没有看过国书 来我们准备一下 我们稍后给大家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国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是用英文写的 就是说那请您 阁下多余协助 以促进我 我贵我两国的外交关系 大一战然后就是 盖个章 写个签个字 大概这样子一个国书 就是元首给大使的推荐信 内容像推荐信 介绍信 那这个是因为早期的 这个法国时代的外交礼仪 所遗留下来的 所以通常如果有新道任的 大使的时候 就会带着这一封 我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元首 来建贵国 住在国的元首 我打断一下下 我们先来看 中国版的国书 好不好 有没有 这中国版的标准 国书长这样 哪个国的总统 谁谁谁 你好阁下 为了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这个贵国之间的 友好合作关系 所以我任命谁谁谁 作为这个 我们的这个全权大使 那我相信您将 他会完成 他所担任的使命 请你惠语接待 有没有 确实了 一国的元首 对于他派出的大使代表 来做个推荐 做个保证的概念 下面庶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时间外交部的盖章等等 如果是中国大陆的大使的话 他们就会有这一张 由习近平推荐的国书 来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再回到委员 对 你大概是台湾有史来 第一个把国书 秀在电视萤幕上 其他人从来没有很凶 台湾都不想要国书 写这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个刚才讲的介绍性 好